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 佛法的修学 人生智慧几瘁 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 自欺欺人被人欺 心是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 诚实地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 不要欺骗你自己 对人恭敬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便拥有了一切 如果内心充满嫉妒 心中不坦白 言语不正的人 不能算是一位五官端正的人 要学着去除嫉妒心 放下胜过他人的好强心 甚且还要多做利益他人的事 我们必须经常反观自行 审查我们的真心 不管别人怎么想 从自我的观点来说 我们主要依靠两种力量 关照与冥想 同时要留意 不造作任何会后悔或困扰的事 不管在家里或公开场合 我们都得谨慎小心 循规盗矩 只要这么做 我们自然会快乐 不要小看自己 每个人都能影响社会 当你用烦恼心来面对事物时 你会觉得一切都是业障 世界也会变得丑陋可恨 既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心 来面对这一切 没有任何快乐 一个可以比你心灵修持 所获得的快乐 这是最大的快乐 也是至高无上的快乐 一个善良的心 温暖的心 慈悲的心 是可以教导的 把两者结合起来 你的整个人生 便是建设性 与快乐的人生 而且 也一定能给社会 重大的利益 并造福人群 快乐的根源 就是借由关怀众生 服务人群的慈悲心 与利他心 所能获取的内心和平 天室 宁静 与满足 真正的快乐 来自内心和平 与满足 而这种心境 则是利他心 爱心与慈悲心的培养 以及无名 自私 贪婪的去除 所获制的 爱心 慈悲 耐心 宽容 与宽恕 是寻求快乐的 唯一途径 打开生命 电视台 梵音妙语 时时文 菩提花朵 处处开 弘扬佛陀 众善法 慈悲 喜舍 乐开怀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 是世界性的 生命大道场 弘扬佛陀 所有正法 放生 护身 吃书 念佛 诵经 持咒 帮助贫穷 造佛像 造佛塔 各种正法的 国际世界大道场 所以希望 你也来参与 也更期望 你来护持 让这个国际世界 大道场 能够弘扬佛陀 正法 能够帮助 更多的众生 更感恩 各位不断的 护持跟关系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灵之歌 慈悲与菩提心 无时以来 每一个无尽生命 都有父母 所以说 每一个众生 都曾经是我们的母亲或父亲 每当想到这些 曾经是我们父母的众生 长久以来 无助地在轮回中流荡 就像是迷了路的盲人一样 我们不得不对他们 升起极大的慈悲 但是光有慈悲是不够的 他们需要实际的帮助 但是只要我们的心 还深陷于执着的束缚 就算给他们食物 衣服 钱 或者单纯的善意 最多也只能带给他们一种 暂时而有限的快乐 因此 我们必须寻找一种方式 让他们能够完全从痛苦中解脱 而唯一的方式 就是踏上心灵之道 先转化自己 然后我们才有能力转化他人 慈悲应该是对所有的众生 都没有偏见 不去分辨哪些是朋友 哪些是敌人 而且应该在心中持续保持这种慈悲 以做出正面的举动 即使是献出一朵花 或者念诵一个咒语 都应该加上一种希望 愿所有众生 没有例外的 都能够得到利益 过去时代 伟大的老师们认为 最珍贵的开示 就是智慧与慈悲的无恶无别 他们培养慈悲喜舍 有四无量心 而由这四无量心中 帮助他人的能力 就会毫不费力地自然现起 因对所有众生慈悲的动机 我们应该在心中坚定地发愿 为利益一切众生而证悟 没有这个发心 我们的慈悲 只不过是真正慈悲的仿制品 祖师大德常说 祈愿他人快乐 即使是想危害我们的人 这就是能令我们完全快乐的泉源 当我们最后到达这个境界时 对所有众生的慈悲 就会自然献起 完全无需造作